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剛剛主持人有提到我以前是做前段的工作 我之前花很多時間在做前段的開發 那早期剛開始寫程式的時候 當然也有解出一些後段的東西 在很久之前 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Randy 這是我網路上的ID 那我喜歡叫自己是EI Engineer 因為我覺得它比較有一點人性跟設計的存在 而不是只是coding的那個寫程式而已 然後再來是我的領域是webapps 我之前花了大概五六年的時間在做webapp 前家公司在趨勢 我們做了很多複雜的webapp 那後來現在到kabox 那現在也在做前段相關的 但也參載一些PHP啊JavaScript的開發 那我最常用的語言是 最近改版改 改的非常複雜的 可能連JavaScript的爸爸都不認識Java 不認識的JavaScript 然後還有像什麼都可以刻的CSS 可以刻各式各樣的Logo 各式各樣的UI 那我還有幫忙organize一個react的社群 但是好像最近兩個月都沒有辦 可能盡快會付出一下 那我也在Facebook開了一個Collosure的社團 它叫Collisions 有指的就是寫Collosure的任何的文化或的人們 簡單做個Servite 有人有聽過Collosure嗎? 其實還真的不少 那已經有在寫的人了 你平常的工作就是寫Collosure的 有這樣的幸福的人嗎? 所以大家可能只是聽過 那但應該有稍微寫過一下 我有稍微了解一下吧 那我今天講的內容不會太深入 因為我想在台灣的社群 或者是中文的資訊非常的少 那我帶著就是 分享我在學習Collosure的一些心得 大家應該很喜歡寫Java吧? 在這邊的人 應該都很開心寫Java OK 其實我對Java沒有很熟悉啦 我已經很久沒有寫Java了 可能我上一次接觸Java 可能是很久很久之前 還有一個東西叫Java Apply還在的時候 所以如果在內容中有提到 Java相關的事情 如果不正確的話 歡迎提出來交流一下 可以在後面的Q&A的時候補充 今天主題是Collosure 不知道為什麼多了一個動畫 我還蠻喜歡這個Logo的 因為這個Logo隱含的就是一個 Lound啊 存在於這個Logo裡面 在想這個主題的時候 我就在思考說 語言這件事情 程式語言從以前到現在 到底它的歷史是什麼 有人知道第一個 第二個程式語言是什麼嗎 我問第一個 蛤?不知道 有些應該知道 程式語言的設計 它其實間接或者是直接影響到我們 去思考或者是去解決問題的方法 所以如果一個程式語言 當它怎麼樣被設計 它的表現方式是什麼樣子的時候 通常會 通常會帶領我們 往某種方向去 去思考你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第一個高階語言是Vaultchain 那第二個高階語言就是Lisp Lisp現在還存在著 那它也很悠久的歷史 那它本身是基於浪達演算法來創造出來的 所以它也是一個非常韓式 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一個語言 那closure就是基於它的產生出來 那為什麼我會去接觸到closure呢 其實有大部分原因是因為 今年初的時候 我是去參加一個react.js的conference 因為我剛有提到 我以前是學 寫Drags Creek的 所以我對現在最夯的react 當然很有興趣 我就去參加 在conference中 有一個library叫immute.js 它裡面運用了很大量的closure相關 或者是tree還有immutable的structure 那那個immute.js的作者就提到了 Rich Hickey 然後甚至點名了這部很有名的 它的talk叫simple made easy 然後聽完它的talk之後 我就回家到了飯店 我就把這影片拿出來看了一下 然後覺得受到一些 怎麼講 震驚或者是想法上有些改變 所以我就開始對這個語言產生了興趣 那簡單介紹一下Rich Hickey的背景好了 他是closure的作者 那他本身寫C++寫Java很多年 他有20多年的開發經驗 他寫各式各樣的系統 可是他一直以來就覺得 他也是重複的遇到一些開發商店的問題 然後後來他接觸了list 那他發現這個語言 有一些地方跟他想的不太一樣 甚至給他帶來一些靈感 於是他就基於list 創造出了closure 那closure本身有大部分的source code 都是based onJava的 那他本身很特別的是 他很focus在他的專業領域 所以你很難Google到Rich Hickey這個人的 除了closure以外的事情 你只能從側面的一些資訊 或者是cora的一些Q&A 甚至一些留言版的留言 來推敲這個人在做什麼 我覺得這還蠻有趣的 所以如果想要認識他 你就去YouTuber Google他的名字 你就會看到很多他的talk 也因為他非常的特別 所以有一篇部落格甚至把他推崇得非常的高 他說Rich Hickey他是 基本上是一個 軟體產業的一個救世主 你想要了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你就去看他的talk就會知道了 那這可能有一部分可能是有點過度 過度推崇甚至造神 但是他的確他提了一些見解 在我後來去看他的一些talk的時候 都給我一些不錯的啟發跟引導 那我也想知道說 這麼樣有一個開發經驗的 原本是寫OOP 寫C++寫Java 為什麼會跑去寫Foundrel Programming的東西 甚至寫一個Diskport的語言的東西 他一定有他的理由嘛 畢竟他的開發經驗比我還多 所以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 我學到的一些想法 那有些可能是我自己的個人見解 可能我自己的喜好 那就給大家參考一下 希望可以對你們有一些 吸引大家會對這個語言有一些興趣 先切入他的Philosophy Croger's Philosophy 有三個不同的面向 一個是Simplicity 第二個是Focus 然後最後一個是Impower 那這個圖是參考The Joy of Croger 這是一本很有名的書 他點出了這三個不同的面向 來描述Croger的語言為什麼那麼特別 簡單 他的簡潔 極簡化 來自幾個特點 第一個是Pure Functions 我們都知道的 因為他是Functional Language 所以基本上 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Language 他們的特性就是Pure Functions 意思就是他不會有很多的Sight Effect 所有的Data都是Immutable的 但是Croger比較不一樣 它一部分是Immutable 但它有一些Data Structure是Mutable的 這也讓這個語言變得比較Practice 比較Practical 然後還有很簡單的一些抽象化的處理 的設計 讓你可以做出 多型或者是 像Protocol的一些設計 像Dev Protocol跟Dev Type 那它的行為就跟Java的Interface 或者是我們所常見的Mixing一樣 很類似 你可以把Protocol 加在任何一種Type身上 然後任何一些行為 加注在Type身上 然後做一些操作 當這個Type被某個Function呼叫的時候 它知道要做什麼樣的處理 第二個是Focus Focus這邊指的是說 有些語法 有些神式語言 他們在語法上面做了很多的設計 很多的Expressive Design 他們想要讓它閱讀起來像自然語言 但其實它又不是那麼接近自然語言 有些時候自然語言真的比較容易理解嗎 也不一定 所以這會產生一些特殊的語法結構 標註方式 但往後退一步看 你會發現這其實會造成一些 開發上或閱讀上的困擾 因為你會必須先去理解 這個程式 這些語法代表的是什麼 而你不是去了解 這程式到底在寫什麼 這兩件事情不太一樣 那Colder他本身把這件事做得非常好 他的語法非常簡單 簡單到它有一致性的Consistence 這後面會再補充 那Colder本身它是一個很強大的Dynamic System 換句話說 任何的東西只要在Colder被Define過的 你都可以去重新定義它 即時這個程式已經在跑了 你還是可以即時的去變動它的行為 這是非常強大的 那透過Macro你可以很容易的去制定這些事情 甚至寫出DSL 那接下來是Empowerment Empowerment它的思維跟其他也不太一樣 很多新興的語言他們會想要 描述它一個全新的Ecosystem 全新打造 像Ruby 像Python 像JavaScript 但是Colder不太一樣 它直接想要 基於現有的一些Resource 來描述它自己的Ecosystem 那 所以它選擇了Java JVM 因為Java經過很長時間的考驗 而且 它已經 已經有相對程度的系統 很多很多的Library 也很多Java Developer 該有的Security Issue 應該已經都被發掘完了 所以 只要Java夠安全 Colder就這麼安全 這是Colder可以受惠到的 那JavaScript 存在於各個Browser 幾乎所有的環境 不管是Server side或Front Browser side JavaScript已經到處都是了 那ColderScript也是Target在這個 JavaScript的System 所以 你只要能夠Cover到的Browser Server side 其實Colder都可以做得到 這就是它的一個簡單的Filosophy的概況 Consistency 剛剛提到 語法其實會牽引到我們一些 寫程式或思維 或者是閱讀 跟理解程式怎麼運作 你們知道有一個語言 如果把Java跟Python跟JavaScript 放起來 會像什麼樣子嗎 有人有看過這種語言嗎 有人有看過這種語言嗎 我覺得這個就是 Java加Python加JavaScript 叫PythonScript 它 語法上已經不像JavaScript 這是ES6 更正 ES7 ES2016 的一些 新的擴充語法 它有Python的Decorator 有Java的Class 有Python的Class 有JavaScript的 分號 這個語言已經 對我來說已經不是我認識的JavaScript了 這也是為什麼我想要尋求另外一個方向 來探討語言這件事情 簡單講一下 Coldier的Shape 它的Data Types Coldier的Data Types 其實非常的簡單 它就是我們常見的一些語言都有的 Integer就是123 Doubles就是1 然後加負點數23 那數字的部分 它自己會 Coldier會自己做轉換 如果說 今天你的數字大到某種程度 你可以用特殊的標註符號 讓Coldier去做轉換 轉換BigInf 那Ratials 當你要做1-3-23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到Ratials的Design 它不會把它真的做換算 因為這可以確保說 它的精確度 String Coldier的String 必須要用DoubleCode把它擴起來 它就是一個String Correctors 當你backslash加一個J加一個C 那它就是一個字元 接下來是Symbols 通常每個程式都有一個東西叫變數 但是Coldier沒有 因為Coldier基本上它是immutable的Data 所以叫變數有點奇怪 所以我們都稱為它叫Symbol 每個符號在Coldier裡面 都是一個特殊的Symbol Keywords它是關鍵的 就是指的是這個關鍵的Key 有些時候你會在一些 Data Structure 在Map 或者是在一些 Data裡面 要去Access more 特別的Key的時候 你可以用Keywords 來做一個Index 再做一個索引 Boothing就是TrueVaults Nual 就是我們常見的一個Nil RegularInspression 一樣 因為它是一個字串 所以你必須用一個Hashtag加DoubleQuotes 把它Code起來 代表就是一個RegularInspression的表現 接下來介紹一下Data Structure Coldier提供了這五種常見的Data Structure 更正四種 第一個叫List List是用小花壺 跨起來 123 它的特性是 當你新增一個資訊進去的時候 它會從前面開始新增 第二個叫Vectors Vectors就是我們常見的Array 在別的語言叫Array 那它是用中花壺 它的特性就是它是ZeroIndex 它是可以被鎖引的 那每次新增的時候 它就從後面加進去 Maps Maps 在別的語言 可能它叫Dictionary 或者是叫Object 那它也是常見的KeyValue Pair 的一個Data Structure 在Coldier裡面 跨壺 它會直接被一個弄掉 它們是用空格來做區分 可是為了方便閱讀 你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大花壺 一個A Keyword 一個值 然後逗號 然後空格 B Keyword 然後一個值 這樣在閱讀上會比較容易 去分開來到底 它的配合是什麼樣子 那最後是Set Set是一個unique的Data Structure 意思是說在這個Set裡面 不會有重複的Data 你只要把任何兩個Data 做Union做Merge的時候 原本有的就會變成一個 而且它是無序的 它並不保證它的順序 跟Maps一樣 有順序的只有List跟Vectors 那我們通常語言的定義也稍微來複習一下 這是JavaScript的定義方式 一個function的definition 我用一個function keyword 然後加上一個hello function name 帶上一個parameter 然後function body 描述這個function要做什麼事情 在Colder裡面它的定義方式 其實也差不多 一個DFN 一個DFN 定義一個function的 function 定義一個function的function OK function name叫hello 下面有一個叫darkstream 就是一個double code 描述你的這個function內容 這是在Colder裡面內建的一個欄位 你只要在這邊描述的話 它就變成是文件的一部分 我覺得這設計非常的好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Vector 提供你要帶哪些參數 最後一個List 就是你的body 所以這兩件事情做的是一樣的 把它放在一起看一下 很明顯就是Colder它是一個前置印算值的一個語言 所以任何的function code它都放在前面 那一般來說我們常見的一些其他語言 它們是屬於中間型的 所以你會發現1加2的時候 可能沒什麼差別 但是你要一次增加很多做運算的時候 Colder的商號會比較容易閱讀 因為你只要看Colder裡面做什麼事情 你就知道它的前置印算值做什麼 它的結果就會是很容易被理解 你不會有過多的符號去干擾你閱讀 那如果你今天要把一個數值放進一個Vector的話 你可能就互加一個叫Intel的function 把它把2加到Vector裡 那我們來仔細看一下這個Shape 這個Express 或者叫Fone 剛剛那個把一個Array 一個Vector放一個直進去 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 從上面的層面叫做Semantics 從語意的方式來看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function code Into是一個function code 那參數是後面兩個 Vector跟Number 但是你從結構上來看的話 我會發現 我們是一個list 裡面有一個symbol 跟一個Vector跟一個Number 組成的一個expression 這是很特別的地方 在Colder裡面它的語法就長這樣子而已 所有的程式 所有的操作 所有的語意 都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Data Structure 都是Code 這為什麼他們叫CodeStata Data是Code 這概念 基本上 大家看到這邊 已經把Colder的語法 都了解完了 你已經可以去看Colder的程式了 當然 Colder本身它有一些特殊的Operator 因為 它們 可高度的製定化 也為了要讓一些 呈現比較簡潔 所以它會用一些特別的Macro 在Colder裡面有很多Macro跟Function 這是一個範例 它是 用Java的Library 的用法 因為Colder Function的Language 它是由右到左 然後由內 而來 就跟我們小時候學數學一樣 跨我起來了 越來越來越來越先做 所以這個 Java的Simple就是 它去 呼叫一個File的Static Method 然後去找這個資料夾裡面的絕對路徑 以及取出它的大小 那下面的寫法是一個Macro 它讓 原本上面的那個描述方式 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寫 也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 但是 你只要知道 點點是什麼 DuckDuck是什麼意思 你就知道這個程度在寫什麼 然後 這是JavaScript 更正 這是ColderScript 在ColderScript 如果你要呼叫 Native的JavaScript的Library 或者是Function 它透過Netspace的方式 把JS 國頻到一個叫JS的Netspace 所以你只要直接呼叫 JS-Alert 然後後面一個Parameter 它就會把Alert出來 或者是直接 用DuckToString 給個Number 那它就是呼叫 這個Number 裡面的 ToString的Function 所以利用這個Function 你可以很容易去Access 所有原生的 Library Functions 然後我來簡單的Demo一下 這邊有一個Sample 這是 很熱門的 Bad Paper 這個 剛剛有提到說 我只要用 JS-Alert 它就可以去呼叫 JS-Create的Function 然後Trick它 當然這個是另外一個 等一下會介紹的一個功能 我發現我Demo的順序有點錯 就先跳過好了 好 那接下來先講Function 跟Composition 因為它是Function Language 所以它有很多各式各樣的Function 在Collager裡面 很多很多Function 那像MapReduceFilter 這個 也在寫JS-Create 或者是一些 Cascale 或是Function Language 成分的人的話 應該對這些 很熟悉 那像還有一個叫Partial 跟Partial 是一個 你可以 讓一個Function 先收一個 變數 一個參數 那把它Return 為另外一個 PartialFunction 然後接著去 丟給它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後續的Parameter 它可以直接做一些處理 那Compost 是把很多Function Compost起來 Iterer是 不停的反覆的去做 某一些行為 某一個Function 的值 把它Return 為下一個 繼續去運作 Repeat Repeated Repeat是重複做 如果你有一個Function 要一直去取 某一些值的話 產生同樣的值的話 你可以用Repeat Repeated 它是 重複的 呼叫某個Function 那因為 Colager的Function實在太多了 它們 設計出來就是為了 Value的Operation 做Data的操作 所以它的Function 其實 多到我 現在都還沒看完 那也很難 全部都記住 所以 當你需要的時候 你可以去查一下 基本上 你會用到的其實都有了 你不需要自己去開發 任何的 簡單的Function 你只要Compost 現有的Function就好 那這邊 Demo一下 這邊是一個Repple 就是 這個Repple 看不到畫面很難打字 那 先簡單介紹一下Partial 好了 一樣 就是一個Partial 然後 嗯 我先Def 一個 看得到嗎 會不會太下面一點 我定一個加5的一個Function 那這邊寫的是說 我呼叫Partial Function 把加8 轉換成一個加8的Function 跟著你看一個加5 怎麼想的我 寫的8 所以我現在有一個Add5的Function 所以這時候我只要呼叫Add5 它就會吐回15 它就會吐回15 那如果加10 它就會一直加下去 剛剛有提到 因為前置Operation的關係 所以它自動 嗯 加的Function 它知道它可以接收 無限大的 它可以一直接收 後面所有的參數 所以你不管怎麼加 它都可以做運算 你不需要去考慮說 參數要怎麼去處理等等 這些都不需要 下一個 那我再定義另外一個 那我再定義另外一個 叫Grid Function 我現在定義一個 叫Grid Function 那它跟JazzCon 說Hello 我現在定義一個 叫做 現在定義一個 一個Posure 叫做Grid Hello 然後 打錯字 叫做Grid Function 感覺 凡 Demo失敗了 我們先跳過去好了 因為這樣子回頭很困擾 那接下來Demo Composition的Function 那我現在Define一個叫Concate Reverse 的Function 那他做的事情就是我要把一個字串Concate起來 然後把它反轉 然後把它印出來 然後轉成Stream 那現在聽說進Google會反轉二元素 所以我也反轉二元素 我反轉一個二元素 反轉出來是長這樣 所以他做一件事情就是 他Compose三個不同的Function 然後依序的把它做一個操作 然後return出那個結果 那這個如果你要做FunctionalProgramming 你會常需要做這種Functional Composition的事情 那他就提供了這樣的Function讓你來用 那接下來是Iterate 感覺時間不太夠 Iterate 他剛提到他可以把前一個件事情的值 帶到下一個值去做操作 那通常講這樣的事情 大家會想到就是那個Functional Number 你可以這樣寫一個簡單的Functional Number 然後寫錯字 然後寫錯字了 大家可能不一定要看得懂 在寫什麼 但他做的事情當然就是 把兩個值相加 然後傳回出來的值取第一個 然後給他一個初始值 應該有對起來吧 不然打出很累 那這時候 假裝我要取20個好了 然後呼叫LazyPhibs 意思是說 他會產生出一個無止境的List 那我就要取前10個就好了 在Codre裡面有很多LazySequence 意思是說他可以幫你產生很多 不知道終點的一些List 有些時候你運用這樣的方式 來取得一些做法 那這個就會幫你算出來 20個的時候 這個值會是多少 這個我覺得非常有趣 那最後一個就是Retivity 就是 我相信大家在寫程式通常會有一個需求 就是我要 重複取一個變數 隨機取一個亂數 然後取個幾次這樣子 就說取5 然後 這意思是說 做5次 丟Size的動作 那Size的範圍是0到500 那取出來結果是這樣子 每次都不一樣 以前寫程都會想說 我要怎樣讓他真的是隨機的 現在可能就在Codre不需要想這個問題 好 繼續 Values Codre 一個特點跟其他OOP的語言不太一樣 是他很強大的Value Value是什麼 他讓我重新思考 Value就應該是Value 他不應該有任何的什麼 特殊的Method Function 複雜的資料結構在裡面 他應該是一個Pure的Value 要讓所有程式的Function 可以對他做一些Operation 甚至做一些定義 讓他做出適當的反應 我覺得這是比較好的一個方向 那他要能夠被Function做Operation 如果他不行的話 我能夠去定義他 他該做什麼樣的行為 而且Value其實本身是跟時間有點關係的 就是今天你做一件事情 到下一步他可能就變了 如果他是變的情況之下 你很難去回溯到底上一步是什麼 你很難確保你的資料正確性 所以Immutable這件事情 在CodeGrid是一個核心 那他會問說 那為什麼他需要一個Immutable的 這種Data Structure呢 那反個方式問好 為什麼我們要把Data做Mutable 那這可以回溯到早期 以前我們的Resource 做Computer的時候 硬體非常有限 在早期電腦其實Rain很小 Disk也很少 那些都是很珍貴的資源 但是 所以他會用新的資訊 來取代舊的資訊 那這件事情在早期可能是 必須這麼做 但是在現在已經不太需要 考慮到Resource這件事情了 因為我們的Resource已經太多了 就是你的iPhone其實只是傳傳訊息 但是它的Rain就是1G 然後硬碟也是128G 其實他都很多空前的資訊 所以發展出一個叫Persistent Data Structure 意思是說 所有的Data是互相share它的information 但是它不會去copy 它是用reference的方式去做一個record share the same data 所以旁邊這個tree 是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藍色是一個路線 藍色跟綠色是另外一種Data Structure 跟它們share同樣的information 那這 是一個做Functional Programming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因為 減少Site Effect 可以讓裡面share你的程式 是可以被預期的 是可以被tracing的 你可以做一些operation 但你知道它上一步是什麼 你可以做一下reverse 但是在College有個東西叫Atem Atem本身它就是一個Mutable Data 剛剛有提到 College它不是Pure Functional Programming Language 它並不是完全都是immutable的 它有個究竟叫Atem 它專門來被你做Muted 接下來是reple reple-driven development 這是當初我在看College的時候 覺得很有趣的一個詞 然後就看一下到底什麼叫reple-driven development 什麼是reple 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re-evaluate-print-loop 它是一個round-loop 它也在執行運作 你可以把指令key進去 然後獲得一些feedback 我剛剛在Terminal裡打了一些指令 它告訴我的結果 這就是reple 好久的東西叫做N-reple Network-reple 它是一個可以被連線進來的reple的system 那這設計很有趣 你可以用它來做很多有趣的事情 而且它很適合 當你如果有在做TDD的時候 透過reple你可以進化成RDD 那最近我在跑一些CollegeTest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它還蠻有趣的 等一下可以demo一下 那CollegeScript還有一個browser-based的N-reple 剛剛有一個alert的行為 就是透過N-reple在browser上 把它指令打進去秀出來 這邊是一個intelligent 這是一個ID 那 要回頭 右邊這個是一個N-reple 它現在也開個server 然後po是多少多少 那本身我在起這個ID的時候 我已經設定過 也把這個server跑起來 所以現在右邊是我的程式嘛 那 通常我們寫程式的時候會希望知道 今天這程式運作狀況怎麼樣 我會先做一件事情 你可以在編輯的時候 透過一個hard key 把程式送到reple裡面去 所以現在以Veli來說 目前我的code已經進到這個reple裡了 然後接著把下一行也送進去 然後告訴我說 目前N-space是cut-up-code 那有個function叫prime-vectors 也被執行了 這邊是我寫的一個test-case 那 它裡面描述一些 如果我要做 做出去 指引數分解的時候 它的正確性 一樣 這個是test-case的code 那 我把第一行 第一行定義了這個 一樣 這個test-case的namespace 還有它相關的一些需要的 coder的function跟library 把它載入 然後接著 我到最下面 有個叫run-test的function 它執行了 它告訴我說 沒有任何test-case被成功 原因是因為 中間這些function 我便沒有去執行它 那我現在執行了 這個 這一個 那我再跑一次 它告訴我說 我跑一個test-case 然後第一個test-case成功了 所以當你在開發的時候 你可能在寫一些test-case 做一些程式開發 你可以很快的在ID裡面 或者在編輯裡面 把你的指令送到report裡去 你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切換 你不需要做一些refresh 手動的動作 都不需要 也不需要用什麼bue process 那更快的是說 我可以把整個 整個程式碼都丟過去 整頁 所以它告訴我說 已經跑完了 10個 10個test-case 它 pass 然後沒有fail 那假設我今天加了第三個 第十一個 送過去 好 它還pass了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你可以在開發上 可以有一些很大的feedback instance 我覺得這個部分非常好 在colder裡面 不同的編輯器 有不同的support的程度 後面稍微介紹到 所以簡單講一下 目前的tooling system colder本身已經具備了很多 已經比以前有很多好的tooling了 它已經發展了八年多了 colder大概四年多 emax emax 可以算是colder developer的一個 史詩級的編輯器吧 如果你一個遊戲 如果有很多epec的武器的話 emax加sider 應該就是最頂級的 很多國外的colder developer 都用這個編輯器在做開發 但並不代表說 不用這個就比較遜了 他們還是很厲害 只是有些人習慣用這個編輯器 那cider非常的強悍 它跟emax整合得非常好 剛剛我在IntellJ做的事情 他們都可以做得到 甚至更有彈性更靈活 emax本身是用common list寫 是用emax list寫的 lighttable是用colder寫的 所以剛剛我們做的一些colder操作 其實lighttable也做得到 colder是一個packaged server 有點像是npm的server一樣 它有一個packaged management server 但目前只有一台 而且前一陣子它還在募資 找大家贊助一下 應該是非營利的 雷尼根 雷尼根 雷尼根是一個很強大的專案自動產生器 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colder project 都是被商代雷尼根 券出來去開發的 剛剛的IntellJ的project 也是透過雷尼根 產生出來的 那它可以透過線上很多 別人開發好的template 來做一些 automation scale folding的事情 UNA是not.js的優門一樣 所以各式的template 你可以自己建 你可以用現有的 非常方便 那IntellJ跟cursive cursive是一個整合colder的plugting 它可以提供的就是sintest highlight 然後autocompetition 還有剛提的一些repl的操作 以及source codefile的這些行為 整合的功能非常強 也有整合debug功能 所以如果你想要用IntellJ的話 基本上你應該就是會用cursive 那最近它剛開始出正式版 可以preorder 有打發折 簡單三文語一下 colder本身是一個很practical 的functional language 它已經上production很久了 也很多人在用 那java跟javascript 是目前全球 tool-major的programming languages 那colder跟colder script 就是designed for這兩個language 所以你只要能夠 想要在這些平台上開發的話 基本上你應該都嘗試看看colder 那用在你的TTD的practice 使用repl 是非常practical的 而且應該會有幫助 那pure functions跟immutable data structure 可以讓你的system更容易被理解 也可以減少failed 你可以更容易去做測試 那colder本身有很多很好的tools 而且現在一直持續在改進 colder script甚至已經比colder還要熱門 在github上面的start數已經超越colder 那整個現在java script的community 開始在關注colder script 因為colder script有做了幾個很特別的library 像om 甚至target react的一個rapper 很多公司也在用colder 很多公司也在用colder 像booking.com yahoo puppet Walmart twitter 很多很多 甚至一家巴西的銀行也在用colder 來做他們的一個database的solution 那colder還有很多其他東西 今天來不及介紹 像STM Software Translation Memory 在記憶體裡面做database transition 非常的酷 不過目前我還沒有碰到 它會幫你做 當你在做transition的時候 它可以在記憶體裡面幫你做處理 如果發現data不對的時候 它會自動幫你retry 透過軟體的方式來解決transition的問題 transducer 這是更進階的composition function of composition的operation 更進階但是非常的強悍 core sync 處理asynchronous的一個 macbook 一個library 在server side 或者在colder script 也可以用 如果你想要獲得更多colder的事情的話 我會推薦下面幾本書 第一本是livingcolder 它是非常好的入門書 如果你想要了解colder語言如何撰寫 今天提到一些資訊 livingcolder裡面都寫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簡潔有力 the dream ofcolder 基本上是一個colder的目前最好的百科全書 它把colder的基礎 跟java之間的關係都描述得非常的詳盡 今天很多沒提到的內容 裡面其實都寫得非常的透徹 colder script unravel 這本蠻有趣的 它雖然是targetcolder script 但如果你想要寫 想要學colder 你可以從這本書開始入門 因為它寫得非常好懂 而且因為是colder script 所以可以在browser裡面跟著 你可以在一個網站上面透過colder script 來試著開發細節看 colder applied 是最近出的另外一本新的書 它是比較target在初階到中階 colder for the brave and true 這是一本很有封面非常可愛的一本colder的書 它裡面一次教你emax跟colder兩件事情 如果你能看完 而且都學好的話 我覺得你非常厲害 online resource trycolder 連上這個網站 可以試著大家來看今天講一些內容 感受一下這個語言的效果 forcolder 這是一個線上的解題的website 你可以在上面透過colder的function 來解一些它給你的問題 你會發現有很多解法非常有趣 或者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你會發現很難解 因為它會設一些limitation給你 讓你不能用某種方式來做 非常有趣的一個線上的教材 simple may easy 推薦大家很值得看這個talk 大概一個小時 但是它講了很多觀念 這關鍵是關於學習新東西 以及理解新東西 以及為什麼誇譜這件事情 並不是那麼的可怕 它在強調這件事情 這也是每個人在學colder 會遇到的 推薦這四部影片給大家 simple may easy 第一部剛剛提到 colder may simple 基本上它一個非常簡單的colder的教學 入門 也是一個介紹 但它介紹得非常透徹 而且從java developer的角度來看 the value of values 非常好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它 它把value這件事情 詮釋得非常清楚 language of system 如果大家有在開發system的人 應該要看這一部 以上 謝謝 謝謝 有沒有Q&A的時間 請問一下 其實我自己是很喜歡 像是scala 這樣的functional language 第一個它比較testable 還有 不管是從performance 還是從maintainable的角度 來看它們都更更 現在的時代都更優勢一些 但是 同一時間在台灣 目前面對最大的困難就是 當我們寫了一個案子 用了scala 你要開始把這個團隊 另外要 增加它的人數 還有請更多的人 跟你一起來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相對困難的 像請問 講者您 在過程中 你們是怎麼解決 或者是你們目前 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這問題非常好 我跟每個人講 coldure的時候 他們問我這個問題 說 你做了 你找得到人 來跟你一起寫嗎 那我的 現實狀況是這樣 就是 我們團隊裡面 目前 除了我之外 有另外一個team member 跟我在try 那 他自己是寫Java 可是他其實 之前 我也不確定他對coldure有沒有興趣 但 他就拿過來 把書看一看 就開始寫了 所以我想 我也問他說 那你 怎麼自己就這麼自動自發 他說 沒有就看看 那我的想法是說 這個 我覺得觀念比 程式還要 扭轉觀念比 學一個新的程式還要重要 那這也是simple made easy 這個talk裡面 他一直在講的 就是 如果你今天要想要 如果你用一種方式去try 同一件事情 你如果知道 他必然的結果是這樣的的話 那你不管try幾次結果都一樣 如果你今天想要學新的東西的話 你是不是要學一個完全不同的東西 這解決是為什麼我會從 從josh pit跳過來學coldure 因為對我來講 它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一個領域 所以如果你的觀念 願意去嘗試的話 願意去挑戰 像花壺 或者是一些 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思維 你才會成長 所以 只能說 你可以找到跟你一樣有同好的人 像譬如說參加我們那個 coldure的社團 我們上次上禮拜 兩個禮拜前 有辦第一次聚會 雖然說只有15個人 但是其實大家都還蠻有patient的 找到 有同樣興趣的人一起學習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切入點 然後再來是 在工作上如果想要推廣 找一個 不是那麼重要的side project來試試看 跟你老闆爭取看看 跟你的同事 找找看有沒有簡單的project來試試看 你會發現 你try才發現說 原來做這些事情 並不一定要那麼複雜 好 就是共勉之這樣